男子戴口罩不发抑郁 总计三人被英国伊国安法起诉 指控他们是香港间谍 三人分别为38岁 英译为未姓的男子 有中英双重国籍 另一人为37岁 英国内政部官员 还当过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 第三人则是香港特区 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 行政经理袁松彪 让电影运逼得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亲自回应 因为其中担任驻伦敦经贸办的男子 跟李家超 曾是澳洲硕士班同学 根据英国调查 这些人主要负责监视流亡英国的港独人士 包含罗冠聪 刘祖迪等人 调查也发现香港经贸办银行账户 去年六月到一月 曾向未姓男子的保全公司 支付九十万港元费用 却无法交代用途 英国国会去年才发生共谍遗云 有国会议员研究助理被控违反英国政府机密法 现在又爆发港碟风暴 不过三名被告已经获得假释 但得交出护照禁止出境 给新闻做个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